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法师这个职业魅力独特,可以在不靠近敌人的情况下将其制服 招数往往看起来绚烂夺目 在漫威电影中,法师也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聊聊漫威电影《五大魔法师》 五,乌木侯 乌木侯是漫威电影《反派》中一位杰出的法师代表 这个角色初次登场于《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 至于会不会在复联寺复活,至今仍是个迷 乌木侯超能力非同寻常,它可以用一年操控物体 并且丝毫不费力 奇异博士在乌木侯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不过考虑到奇异博士和乌木侯对决 并没有用到时间宝石,所以乌木侯在列第五 四,奇异博士 排在第四名的是奇异博士 这位漫威电影最有排灭的魔法师,能力也相当强大 奇异博士在《复联3》和宇宙最强的灭霸单挑过 在不借助时间宝石的情况下,可以轻松过几招 看来奇异博士的确有真本事,把灭霸刷得气急败坏 最后抓住奇异博士说了一句,你把戏太多了,巫师 三,飞红女巫 飞红女巫的技能可以远程释放 而且不需要借助外界设备,所以勉强算是一位法师 在漫画中,飞红女巫最强的超能力是混沌魔法 这种魔法强大到不可控制 堪比X战警里的凤凰之力 然而电影中飞红女巫并没不会混沌魔法 他擅长的是操纵魔法球 并且借助魔法球实现飞行 飞红女巫的缺点也很明显 他只能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发挥最大潜能 幻视离死之前,飞红女巫就曾单手推开五宝石灭霸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二,古一法师 排名第二的是奇异博士的师傅古一法师 这位法师很久以前就在守护地球 保护着地球免受魔法侵害 在奇异博士接班之前 一直是古一法师抵御来自黑暗地带的敌人 古一法师自立远比奇异博士老 所窥探到的秘密也更多 甚至看淡了生与死 明明有机会活下来 却偏偏要离开这个世界 也许只有世外高手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吧 一,洛基 为何要把洛基排在古一法师前面 其实在电影里可以找到根据 在漫威电影《雷神3》里 洛基曾被奇异博士流放到异度空间 并且用魔法让洛基自由落体了30分钟 这可热闹了洛基 二话不说就要掏出统圣刀 硬钢奇异博士 并且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你以为你是什么大魔法师 想都别想你这个二流业余 在洛基眼中 奇异博士只能算是不入流的魔法师 洛基的各方面资质都比奇异博士更强 洛基的定位就是魔法师 自身具有冰霜巨人族血统 精通冰霜魔法 而且又得到了母亲和父亲奥丁的真传 是当之无愧的高水准魔法师 按综合实力洛基可以排到第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对此你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小编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